Hello 大家好 现在周末有时间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这个车 首先这个地方有个桌板 它是用绳索系统的 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绳索来调教它的高度 当你停在不平稳的地方的时候 你还可以保持这个桌面是基本上水平的 而且这个桌子非常的大我觉得 看实物确实比看实品要大一些 另外这里呢 就是它有个比较大的改筒 在2021款就是这个冰箱 把它移到这个靠前的位置了 这样子你在车外也可以 很方便的拿里面的这个食物 边有一些灯 这个是车外的这个灯 遮阳棚的那个上面灯的开关 这个新款的话它把车外的这个插座给去掉了 比如说买上用插座的话 一般的都是接这个插座 或者这个下面有一个插座 我都喜欢在这一条地方 就是因为山太阳 你看这里就非常的凉快 然后如果在这个小桌板 拿起小桌板的话 这边就是像一个小帐篷一样 就可以在这边外面休息 然后搬个小洞子坐在这也不用摔太阳 还有这个踏板 就是你要看实物的话 它比在视频里面看其实是要大的 和上车很方便这个踏板 它这个后面有一个可以锁的这个锁扣 你可以把梯子拿到驾驶座的边上 因为那边有凉棚嘛 所以上面没跑过 可以放到驾驶座这边来挂 这个位置 前后任何位置都可以放 它这个下面的话 它是顶在这个下面的保护的塑料上 不会损伤到你的车身了 这个是车顶上的样子 这有两块太阳能电池板 然后后面是空调 这里是它的风扇 然后这一块的话是厕所的风扇 这个是灰水的这个排气口 要不然与灰水的压力都不到释放 这是一个roof access pod 就是可以接一些无线的车子 这个是可以拖5000磅 它的这个tong weight 是500磅 tong weight是什么意思 tong weight就是它这个可以承受的垂直重量 是500磅 但它拖的拖车的最大重量是5000磅 然后这里是它的这个接电的电口 它是30安培的 30安培125V 它的这个线是厂家赠送的 灰水的dump 灰水的dump 因为这个它是没有黑水的 没有黑水的dump 它黑水是一个cassette 是一个便携式的厕所 所以这是灰水的dump 到时候我们会把这个盖子换成一个 一个转接口 这样子可以转一个小口出来 这样就不用带那个粗管子 每次带个细管子就可以 这是那个就是便携式的厕箱 然后它上面有个锁 然后你把它打开 它外面有一点点空间 你可以做一个小的storage 这个拿出来了之后呢 它就像小手机箱一样 然后你就可以拿到自家的厕所 或者拿到任何的一个dump side 或者是一个公共厕所 把里面的东西倒掉 然后再装回来就可以了 这个车的加油口在驾驶 就是坐到这个位置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其实只有一个30安培的电口 它没有那个水口 就是因为它这个车外 其实是没有接那个citywater fuel的水口 它的水口在车内 你的city fuel只能接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这对于hook up camping来说 可能会稍微有点不方便 但是一般的话说实话 买revo的人大部分都是帅camping 所以基本上就是 把这个21加冷的水箱加满 然后你就直接用水箱里的水就好了 在campsight也直接加满 然后就可以了 对加满了之后 然后你用完了之后 你再去加呗 就是说你不能一直接着 不过我觉得这个对方便的影响 并没有那么大了 介绍一下驾驶座 简单的介绍一下 毕竟这是个货车 你看有很多top holder 可以放非常多的水 在这里驾驶座前面有两个 副驾驶前面有两个 然后这个中间 每边都有两个 总共每边有四个 然后这个地方倒是没有那个 叫glob box 还是叫什么 这个边上这个应该也是可以做car powder 也可以放水杯 然后这个边上呢 它其实下面还有一层 但是下面一层在门关起来的时候 就是基本上是你是就是不太容易能够拿到东西 好可以可以 门开了可以开 下来还可以 知道吗 OK 这个就是还是蛮低的驾驶座 就是1米72的话 1米73 1米73的话是不能够 1米72也行了 是不能够 是不够的 然后1米62也有点够强 对的 你也有点够强 然后对 这个storage的话 这个上面也有两个storage 感觉还挺实用的 可以放一些 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放 对 我们这边现在都乱放了 这边有一块 嗯 然后这个上面这个其实还挺大的 对 这个整个顶子都是可以储物的 我们买了很多那个一格一格的小小小盒子 然后可以放进去 然后这样可以就是非常调理的把东西都收起来 现在这个宽度的话放一个收包正好 但是它里面有其实有一个 那个非常大的一个袋子 这个袋子是装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 遮在前面玻璃上的那个罩子里 有个很大的袋子在这里面 好 把这个座位转一下 好 然后这个其实我花了很长时间 才研究出来 然后之前我都是要把这个车启动了之后 然后把这个手刀放下去 把脚刹踩着 然后把这个椅子转过来 然后后来我再把它松掉 然后再把这个拉起来 其实它非常方便 它这个 它是活动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推下去 你手上刹车的情况下 你可以直接推下去 但你要放的话 你就把它往上拉 拉到最上面 然后把这个按钮按下去 就可以把它放下去 你这个把它推下去 然后推下去之后 它就不挡这个椅子旋转 然后我们就把 它旋转的时候 你要把椅子稍微往前 放一放 然后这个下面又不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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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过来 然后再放到哪 往后去 你又得转一下 这个转的方式也是一样 然后这个再往后去 可以 然后将来 然后再放 再拆这个 翻行 这个小桌板可以拆卸 拆卸的方法非常简单 很丁 可以一妈呀 然后 放 放 就这样 OK 这个后面只有一个三箱的安全带 是靠近驾驶座的 然后这里其实是一个lap belt 它是一个只能够把腿肚子这个地方扣住 这下面有些储物空间 然后这个就是放这个厨房 这个叫什么台面的扩展 然后可以把它插进去 这个台面就变大了 然后这个后面也有一个非常小的空间 也可以放东西 好下面介绍一下这个面板 然后这个是暖气和热水 它用的是同一个系统 然后它其实呢 据说它是两用的 就是它可以烧柴油也可以用电 但是当然最主要的它还是烧柴油 因为你说实话这个车很多时候都是dry cam 它烧柴油其实效率非常高 大概的话我看网上的资料的话 大概是0.07到0.16加仑每个小时 就是即使你把它开到最高 它也只消耗0.16加仑的汽油柴油每个小时 所以说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即使用100加仑 用10个小时 它才消耗了1.6加仑的柴油 这个车的油箱 应该是在22加仑到24.5加仑之间 所以你根本不用考虑 是不是因为更暖 然后把车油烧没了就行了 然后这三个就是灯的开关 然后它是有两个档 下面是暗一些上面是亮 下面是上面是亮 然后这就不多过得介绍了 这是电池的开关 锂电池的开关 然后这个控制的是 这个太阳能电池板的开关 这个锂电池的开关就是干嘛用的 就是你可以把锂电池这个转开连接 这样子的话 保护电池吗 它就有可能它就不会放电了呀 就比如说你把它转开连接之后 冰箱就不工作了 这样它就不消耗电了嘛 但是呢如果你要把锂电池让开连接的话 它这边 它这边有一个这个介绍 你看看没 Turn solar off when batteries are off 就是当你把这个锂电池关掉的时候 别忘了要把这个 Solar panel就是太阳能电池板要关闭 对 然后这个上面呢就是一个老式的这个表 上面有thresh water tank 三分之一 great water tank 三分之一 之前介绍过这个车没有black water tank 因为它是cassette toilet 它是一个便携室的厕所 然后battery level 这个上面battery 其实它是看的是电压 主要你看battery level 还是通过这个santress的这个软件可以看 然后这个地方我看它这个level 并不是代表说现在只有60%的点 它其实电基本上是满了 这个电池 是伏特的意思对吧 对 它的它的那个锂电池的电压大概在12V到13V之间 这个知识点要记住 因为一会要算那个锂电池的电量 然后这个是inverter inverter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电池是直流电 对吧 你需要通过一个设备 就是说把它从直流电变成交流电 然后这个就是inverter 当然它也可以反过来 它也可以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 充电的时候用 这个是它的开关 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关掉 空调就用不了了 然后那些插座也用不了了 这个下面是一个太阳轮电池版的这个控制器 然后我试了一下这个battery type 把这个改成锂电池或者改成其他的 好像没什么作用 然后基本上这个就是让你看一下它有没有在充电 基本上就是这个效果 这个就是控制床上下移动的开关 然后你看它上面有一个保护 就是说你必须把钥匙插进去 并且开到这个开才能够控制 给它防止小孩子玩的时候把人弄伤什么的 现在就不演示了 一会儿到演示后面的时候再演示 这个也是一个额外的存储空间 就是它也可以打开 然后其实里面很大的 然后这边先介绍这儿吧 这个就是之前讲过的就是那个驾驶座的一个 驾驶座顶的一个很大的储物空间 我们买了很多那个小盒子 这样可以帮我们方便整理东西 现在都还没有到 所以它现在就是乱乱的摆在这里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小柜子 然后这个小柜子里我们现在已经放了一些东西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想好的空气炸锅 这个是一升的还是一点二升的 两个quat 对 就是它是 它其实蛮小的 但是因为我们很多菜都可以用空气炸锅做 然后它插上电就可以做了 所以还有很多素食也可以用空气炸锅这样直接热一下就行了 这个就是厨房的台面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把它延伸了 然后就是停车之后 这边就更大 可以操作的面积就更大 然后这里是一个小水池 然后这个里面其实可以放很多东西 但是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放呢 这个箱子里面也是一些日常用品 这是一个电磁炉 然后就是可以把它拿出来 因为它现在其实2020的时候 2020版的车 这个是就是直接嵌在炉灶里的 但是它现在改了 然后它的意思是 你可以把这个拿到户外去那个小桌板上也可以用 这个就是一个超级小的 超级小的 你看就是只有我的手大 就是我的手都不能伸直的一个小小抽屉 而且我觉得它有一个地方做的不好 就是它这个做的特别的矮 然后其实这个抽屉是很高的 但它这个做的特别的矮 然后你总是担心你放的东西进去 然后它掉到里面 洞洞里去找不出来了 所以现在还没有放东西 这个里面放了一些手套和 这个一次性的口 就一些一次性的口罩 一次性的手套和一次性的口罩 因为现在疫情期间这个还是挺常用的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非常高的储物空间 你看这么高 就骑到我的小腿 这正常是给他们放垃圾桶 嗯对 但是就是也可以放别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用 我们现在这个里面就是很多东西都没有用的 然后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好一些竖着的储物空间 这个我现在放了一件衣服 我怕我有的时候冷 然后这个里面我们现在就是非常杂乱的放了一些 下面给你们看一下厕所 这个就是厕所了 把这个打开 好嘞 然后呢 这个厕所它其实就是 它是一个洗澡间 然后你看上面还是有那些叫灵烹头什么的 然后这个 这个其实是储物空间 它是可以拿出来的 所以你把房车停下来以后 你可以把这个拿出来 然后这个就变成洗澡间加厕所 这上面是一个排风扇 这个就是厕所拿掉的样子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一个厕所 它是一个 竖着洗澡的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小门 然后这个里面可以放一些 嗯 那个洗澡用具 它还是挺深的 你看可以放一个拳头 还要很那个 然后可以放一些什么沐浴露啊之类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就是 嗯 放那个厕纸的地方 因为你要用来洗澡 这个地方都是很湿的嘛 所以它把厕纸保护起来 然后这个厕所就是 就是它有两种上法 一个是这么上 就是朝那儿上 然后它其实还可以转过来 然后就这么上 然后我觉得就是 就是跟 你帮我拿一下 我觉得这个就是跟那个 这个就是跟那个飞机上的厕所差不多大的 那个压抑的感觉 你让我站进去 他们就知道到这个有多大的 然后我 刚刚好 对 然后你看这个是1米73 然后它就是 这个拿掉可能正好 对 这个是一个小的晾衣杆 他们意思是 有的人去海边什么的 他们可以在这个里面晾衣服 我觉得其实还好 还挺大的 对 就是我觉得洗澡的空间完全不小 对我来说 其实蛮大的 但是上厕所的空间就是跟飞机上差不多 这个后面就是床把它放上去之后的样子 然后可以看到一个1米73的人是没有办法收拾 直立走进去 需要翻药 翻药 翻药吧 然后这个上面是有两个储物空间 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用 这是我的发套 就先暂时的放在这里 因为今天比较热 然后这个后面就是 现在还是比较空的 我们随意的放了一个东西 这是我们的水活 现在还没有地方放 有没有什么意见 建议可以告诉我们这东西放哪 而且还有一个 这就是我的微波炉 我是一定要有微波炉的 要不然我不会烧饭 但是这个微波炉 我们目前也没有想好放在哪里 然后它后面有一些小的储物 就是小的袋子可以储物 然后我们买了一些那个小家具 就是它可以装在这两个侧面 把这个变成一个很小的小客厅的样子 然后这边两边都会有小椅子 然后那个椅子里面就是储物空间 然后就可以把后面的储物空间变得更多 所以但那东西现在还没有到 所以这个后面现在就是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这个里面是水箱 它是一个21加仑的freshwater tank 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些新的开关 你可以控制不同的水的配置 你可以把这个开关按照这个图示 调整一下就可以 达到你想要的是个功能 然后这个是一个室外的一个洗澡的 把后门开开 对把这个管子接上去 你就可以在车外先充一下 这个还是很方便 对这个还是很方便 挑后面 后门上这个袋子 然后这边一个袋子 OK 然后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2021的最大的改进就是这个锂电池 然后把这个盖子打开 然后就可以看到两个125A的锂电池 然后这个锂电池外面呢 它有一层这个加热垫 然后这个地方是开关 就如果你在非常寒冷的情况下 Campion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开关开开 然后加热 这样它能够增强这个锂电池的功能 然后这里是一个inverter 这个inverter应该是2000瓦的inverter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用电器 每个电器它不是有一定的功率吗 你可以用2000瓦的 这个功率的电器 如果正常的空气炸锅1.6000瓦 或者是1000瓦 正常的微波罗700瓦或者1000瓦 它就可以完全是可以 带动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个电池125A 它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你可以看一下 它一个125A 那两个就是250A 那个高中物理应该都学过对吧 电流乘以电压就是功率 所以安培乘以伏就是瓦 所以我们只要用250A 乘以这个电池的定压 刚刚也看过在12到13V之间 所以我们就大致的算一下 算出来的呢 就是两个电池大概在三 稍微超过3000瓦时 多一些 它这个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3000瓦时 就相当于我如果用一个1000瓦的电器 可以用三个小时 这就是它的电量 嗯 懂了吧 知道了 所以空气夹坑可以开1.5个小时 对你可以开1.5个小时 再重复一下 安培乘以伏特小时瓦功率 然后乘以时间 那这个 就是夏天的那个放冷气的空调 是不是就是用这个带的 对空调是用这个带的 那就是只能开一个多小时 如果空调一直工作的话 这空调比如说是1000 我也不知道这空调是1000瓦还是1.5千瓦 就算它1.5千瓦的话 两个小时 它就不行了 但是呢 但是上面还有一个太阳能电池板 那个电池板的功率很低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开车开两个小时 这个这个电池就会再充满 对吧 对它是在那个 这个发动机边上 它又装了一个可以给这个电池充电的inverter 嗯 所以它这个inverter 正常你开车开两个小时 在高速路上开两个小时 这个电池就充满 哦 对 所以就充满了 然后就开两个小时 可以停两个小时 如果要一直用空调的话 对 然后这个下面有一些 一个储物空间 然后我们就把 它的这个 接着这个电线存在了这个里面 还有它这个 卸轮胎的东西 嗯 我们现在可以把床放下来 演示一下 插上 然后对 这样就可以睡觉了 这空调还是挺有效的 非常有效 就必须大夏天的时候 必须得开的 对 OK 好你让一下 我看一下这个后面 然后这个就是床 可以睡觉 然后这边有一小窗户 然后这里有一些 嗯 插座 然后还有控制灯的 然后 这个上面又有一个小灯 然后这样看一下 就是 可以在后面睡觉的时候用的 然后那个后面它有一个帘 你就可以放下来 然后就是这样 就不会 不睡觉的时候 不会被别人看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电池的 Zentress的这个APP 然后打开了之后不用配对 什么都不用管 它就自动点测到周边的电池 然后你看就是两块电池 然后点进去之后 我们刚刚已经开了有20分钟空调了 对 你可以看到它的电量 嗯 已经掉了30%的电了 然后它现在它有什么电流啊 它的整功率啊 啊 辅数啊 状态啊 这些 然后 另外一个电池 另外一个电池 对 它的那个系统它会自动的均衡 这两个电池的用电量 基本上这两个电池的这个电池消耗是平均的 但这个离电池坏了以后 是不是可以买两个新的插进去就好了 对 可以换离电池